欢迎收看杰哥不要 我是杰哥 如果你不想要错过社群行销的最新洞察 记得 订阅并开启小铃铛 大家可能对 一定比较陌生 一定是我们今年的实习生 然后也是今年的毕业生 别这样理解嘛 对不对 那你知道我们今天要聊什么吗 我们要聊就是职场新鲜人的QA 没错就是你现在直接面对的问题 就是刚进入职场很多新鲜人 其实不大确定说要怎么面对 各种职场上遇到的状况跟问题 所以我们在IG上面搜集很多大家对于 刚加入职场的一些害怕的事情 然后我们一个一个来跟大家做解答 那我们就直接开始啰 上工前我们可以准备什么 要怎么样可以快速的进入工作的状况 我可以理解 因为好像蛮多人在加入公司之前 都会觉得说 我是不是要先多看一点书 或者先多上一点课之类的 我觉得多问一些真的已经在这个行业里面的 不管是学长姐啊还是你的朋友之类的 实际上在这一个行业的工作上会遇到什么样的问题 或可能会遇到什么样的关卡 我觉得要做的是心理准备 因为实际上技能面的准备我觉得是很有限的 你既然已经面试上了 表示当时面试官觉得你是可以到这个地方的 从面试完到加入了不起就是隔一个月吧 一个月你能够突然学会什么东西 我觉得很困难啦 所以更多的时候我觉得是心态上面的准备 所以多稳 多了解这个行业的真实的面貌 我觉得反而会比较重要一点点 职场上面的正职们 对于新鲜人会有什么样的期待 期待我们可以做出什么样的事情 基本上就是四个字嘛 就是不期待 就是 没有啦 不是这样讲 当然就是我们对于新鲜人会有一定的所谓的宽容度 如果说新鲜人什么事情都可以做得好的话 那他其实就不会是拿新鲜人的职集 或拿新鲜人的薪水 我知道他一定会遇到问题 可是我不可能去照顾到所有每一个新鲜人 或是公司每一个成员 所以我更需要的事情是 他不知道的事情他有没有主动去问 有没有主动的跟大家讲说 这个地方他遇到问题了 这个地方他好像做错了某件事情 想要确定一下怎么样解决 我最害怕的事情就是他闷闷的在那边做 然后可能我需要一个东西 他到压线最后课才给我一个超烂的东西 那你为什么不在中间 你可能不那么有信心 不大确定说是不是这样做比较好的时候 就来问大家 一定会比较好嘛 所以我觉得主动的发问 跟很快速的让大家知道 你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是我们最期待新鲜人 应该至少一定要拥有的能力 其实很多人会想要知道说 怎么问问题会比较安全 因为很多人会怕 我现在问的问题是不是太笨 还是问了这个 会不会感觉好像 我都没有在认真学之类的 我觉得我们不怕问问题 但我怕问问题 自己没有带着任何的想法来 如果你只是单纯说 我这边有一个问题 然后我两手一摊 我不知道怎么办 这样对于被问问题的人来讲 其实蛮困扰的 我至少要知道说你想过什么 就是针对这个问题 想过什么可能的答案 比方说我这个提案这样做 这个简法这样设计 是可以的吗 但是他前提是他可能已经先有一个自己的版本 然后他说我想要确认是这个转场 或者是这个思考逻辑是不是合理的 我觉得还是回到这个很脑梗 可是真的很多人没有做好事情 就是带着想法去问问题 你要有自己的观点 你要有自己的思想 其实就是看起来你已经有想过了 而不是什么东西 就想来要答案 有想过还不是重点 你要真的想不出东西 所以不能说世界我想过 可是还是想不出东西 那这样子还是没什么意义 如果你真的想不出来没关系 但你至少要把这件事情被调列化 就是我想要确认是哪几个地方 这几个地方我卡关的地方可能是什么 对然后你为了这件事情 你可能已经做了什么准备 比方说我还是不太确定 可是我已经Google了一轮 然后我大概知道说可能是这样 可是我不是很确定想要跟你再次double conference想 这样的话我就觉得是可以接受 要怎么跟同事或者是上司 快速的度过那个磨合期 因为毕竟还不熟 快速度过磨合期 对啊 我觉得所有人进到职场 遇到最大的挑战通常都是沟通 他的沟通的难度跟等级 跟学校会完全不一样 因为公司跟学校不见得公司人数比较多 有时候公司人还比系上人还要更少 你知道为什么 对责任是一件事情 另外是利益 因为大家彼此是有利益冲突的 你跟不同部门的人是有利益冲突的 比方说一包预算 业务不拿多少 行销不拿多少 可能是所有人在抢同一个东西的 所以你会为自己的利益去捍卫 你跟你的主管可能也是有利益冲突的 或者是你跟你的同事可能是有的 比方说他升上去可能就代表你升不上去 所以这跟学校你知道那个乌托邦的 反正你考几分跟我没什么屁关系 大家可以各自努力 然后很多时候大家可以一起做一些好的事情 当然公司可能也是这样 可是有了钱之后沟通就变得很难 所以直接的建议就是尽可能的更多透明化的沟通 让每一个人知道你处在什么状态 且如果你不知道对方处在什么状态的时候去问 去了解你同事正在做什么 去了解你的主管正在做什么 去了解这些公司正在做什么 所以当你带越大的公司 比方说越集团型的时候 他们就会常常会有一些什么大会 去讲说我们这些公司的目标有三个 大家可能觉得这东西很行事 可是它是必要的 不然你会不知道你自己在做什么事情 我给的最直接的建议就是多沟通 多了解同事的状态 多了解主管的状态 你才有可能去了解你自己现在该做什么事情 然后去度过这个所谓的磨合期 那如果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我们应该要定期的去跟主管回报说 我现在做到哪里了 还是应该我整个做好再去跟他回报呢 让他知道我有在做事 我觉得这跟工作类型也有点关系 但我可以直接讲就是如果是我的话 我会超级要求我要知道每个状态 因为我最痛恨的就是到最后一刻才跟我讲 然后通常都给的东西都很烂了 就是如果我知道你中间遇到什么状态的话 我可以及时的帮你做修正 就那时候都还有救 可是当我们今天压线压到最后一刻才给我一个东西 但我需要改的时候 我其实就是在半夜帮大家改东西 理论上应该是大家在发想的过程中 我们一开始可能有先定一个大方向 可是做下去的时候你可以发现更多问题 这个更多问题不要完全试着自己解决 为什么是一间公司不是一个个人工作室 就是因为大家可以帮你 我觉得新鲜人很多时候会很惧怕一件事情就是 我是不是麻烦到别人 这个超级常会有这样的想法就是 我是不是麻烦到你了 你不现在麻烦我 你之后会更麻烦我 所以我会更倾向就是大家定期的 让我知道现在处在什么样的状态 但这个其实还蛮因人而异的 不会是每个老板都是这样的 应该说有些工作类型可能不用到这么频繁 但是我觉得这个概念还是要有 就是不要怕麻烦别人 记性呢 就是很多人会 其实在学校的时候没有那么常有记性的需求 在工作上要怎么记性才是比较有礼貌的 我必须要说 在学校其实还有很多记性的需求 然后每次公司收到学生自己的信 都会超级白眼 第一个我觉得清楚让对方知道你是谁 清楚让对方知道你到底要干嘛 这个东西可以透过挑列式 或甚至是一些highlight的方式 就比方说我画个重点线或干嘛的 最后一件事情就是 我知道你是谁了 我知道你要干嘛了 所以我要干嘛呢 我要做什么呢 我要回你信吗 我要回你什么呢 比方说最常出现的就是什么 讲师邀约信 我是什么时候学校的什么时候单位 我希望邀请你去做什么时候的事情 那我们这场活动可能是多大规模 什么主题的 那我希望你可以在什么时间点之前 大概让我了解一下你们的意愿 跟如果要配合的话 我需要提供什么东西 要写清楚 要写清楚 不然真的超痛苦的 对所以在公司上也是一样的 就是你对外跟对内沟通 其实都是一样 就算是对内也是 你要很清楚让对方知道说 我到底需要什么 然后下一步 我们要一起完成什么事情 所以其实不只是信 在跟同事跟主管讲话的时候 所有的沟通其实都会是这个重点 那我们有时候会去外面跟别人 跟客户开会 那在第一次跟外部会议的时候 有什么没感觉是需要注意的吗 我觉得最容易尴尬的点就是 一开始在互相介绍的时候 首先第一个通常 比较之前的都会 需要先去介绍自己 你要主动一点点 跟对方交换名片的时候 当然就是有礼貌一点 然后通常会站起来 就是坐着换名片 超级没有礼貌的 所以介绍一下你是什么部门的谁 到底负责什么样的工作 这边有个小tips 就是你拿到名片之后 因为通常就开始开会嘛 大家坐在那个会议桌上面 通常我们会建议就是 你对方的名片 按照对方的座位顺序去摆 比方说这边是ABC 所以名片就摆ABC 它会帮助你在这场会议里面 你要去叫对方的时候 你可以去看那个对应的位置 不会叫错 不会叫错 对然后对方也会觉得说 你是一个蛮用心的人 所以这是一些 小小的交换名片的技巧 但还是回归到就是 好好的介绍自己 然后有礼貌一点 这个环节非常重要 因为你会讲的再好 你前面一开始 让对方印象不好的话 其实就蛮没救的 而且是代表公司 对没错 如果我们在工作的过程中 有遇到挫折 职场菜鸟还没有上手 遇到这样的事情的时候 用什么心态去面对会比较好的 大家可能都会觉得说 阿蘇新鲜人 比较容易遇到挫折 但真的没有 你在职业的每一个阶段 包括我现在 我每天都在遇到很大的挫折 很迷惘 就是工作很容易会遇到很迷惘的状态 就算是我刚才现在已经34岁 当然要判断这不开心事情是不是合理的 如果是工作自己 比方说磨合阿或者是挫折阿 这个我觉得是 人生跟工作永远都会出现的事情 所以随时随便要 脸上被靠一圈 你就是要咬着牙站起来 没有什么别的做法 之后的难度 之后的难度 只会等于越来越大而已 前面讲了这么多 其实还是会想要知道说 我要怎么了解 现在这份工作到底适不适合我 我很喜欢讲一件事情就是 大家在工作里面 除了得到钱之外 钱当然是一个很重要的事情 但是剩下的两件事情 通常会驱动我们 愿意花更多心思在工作上 一个是成就感 一个是快乐 很空泛是快乐 但你可以想仔细一点 比方说你可能真的很喜欢这个产业 比方说我很喜欢书 或者是我很喜欢电影 所以我在电影产业 我可能会是 因为接触到很多这个行业的人跟事情 所以我觉得开心 成就感就是 我可能不见得真的那么喜欢书跟电影 可是我很喜欢做这件事情 带来的成就感 比方说我卖了一个 我不那么喜欢的产品 可是因为我 所以它卖得更好 所以我得到更多成就感 你要先搞清楚你自己 是什么驱动 你是成就感驱动 还是快乐 其实他们应该算是差不多的事情 都是开心 会不大一样 因为它就在于一个 我到底适不适合工作 是我适不适合这个产业 还是我适不适合这个职位 比方说我最后可能会发现 我其实根本就不喜欢行销 那我可能可以在同产业 带着去别的职位 但有可能我是很喜欢行销 但我就他们不喜欢这个产业 比方说我在这个相机的公司做行销 我很喜欢行销 可是我就是不喜欢相机 我对它没有感觉 所以你可能就要去别的领域 所以你要先搞懂 你是什么东西驱动 如果你是成就感驱动的话 适不适合你 就是你在这几个月里面 你能够得到你想要得到成就感 或者是你至少你可以想像 如果我在拿到什么东西以后 我可能就可以拿 得到这个成就感了 但是如果是产业的话 那其实你可能在待几个月后 你会马上知道说 我对这个产业到底有感觉还是没感觉 这东西有时候 不见得是努力就把它得到的 有时候是填分 有时候是活了这二三十年来 你累积下来的东西 会决定你对于这行业 到底有没有热情 如果回到行销这个领域的话 我觉得它的热情驱动 或成就感驱动 真的会影响很大 因为讲白一点 行销这个行业很需要天分 它不是努力就有办法 一定可以做到一些什么东西的 跟它的消磨感很强 你常常上一课觉得你自己是天才 下一课觉得你自己是白痴 想不出来的时候你就想不出来 你真的要搞成就 比方说我个人就是一个 非常成就感取动的人 所以我最后不想做假方做乙方 很大的问题是因为这样子 因为假方我就会被一个行业限制住 那我不见得对那行业是特别有感觉的 可是当我觉得我自己的创意 或者是我自己的想法 可以被更多人看见的时候 那个成就感很大 所以我会愿意在以防是 每一次遇到不一样的案子的时候 我可以重新去挑战自己 对 所以我觉得先搞懂你自己是怎么样的人 你才会理解你到底是不是适合 那这件事情我个人觉得是 前半年就要知道的事情 当然就是你可能每一个阶段 会不断改变你的想法 但就是改变的时候到时候再说吧 就人本来就会这样子 质押本来就会变来变去 所以就是我觉得不用太担心 所以我给大家一个最后的建议就是 可能跟很多人意见不一样 我觉得第一份工作没那么重要 很多人觉得说第一份工作 会决定你是我的质押 我觉得不是 怎么说呢 当你有一天你觉得 我花了三年的时间 我才发现我真的不那么适合 我发现我遇到瓶颈了 你那时候在做转换 我觉得也没有什么问题 不会怎么样的 就你只要够力化的人 就可以去做这样的转换 所以也不要觉得说 第一份工作一定要支持你 是我的天命啊 然后真爱啊 然后我如果做不好的话我就完蛋了 没有没有没有 就质押很长 你一辈子可能有一半的时间都在工作 对他有很多很多的机会 可以去做挑战跟转换 所以放轻松 好好开心的面对你的第一次的 这样的挑战 然后多问多学多看 不断的回去问你自己 你到底想不想要 你到底是想要什么东西 想要往哪边走 好啦就是今天这样的问题其实也蛮多的 那我发现是有没有办法都解答到大家的问题 那如果大家对于所谓的第一份工作 或者是离开学校之后 还有任何问题的话 都可以在这支影片下面留言 那最后喜欢这支影片的话 记得分享出去 然后再次提醒大家 记得订阅我们的频道 在这边可以看到很多新的行销知识 新的职场上的资讯 新的工作上的想法等等的 所以不管你是对行销有兴趣 然后或者是在工作上面遇到一些烦恼的 都欢迎订阅我们的频道 那最后再给新鲜人一段话 就是如果你还没有订阅我们的频道的话 在七天之后你就会 就是找不到任何的工作 就是一个詛咒性的概念 没有啦就是大家记得就是 蛮希望能够跟越来越多的人分享 就是这个行业跟这份工作 到底有多少有趣的事情 好那今天这集就到这边咯 拜拜